好 弟儿 为了公平起见 今天吃抖月楼 上子就吃得齐未轩 你就这么定了 走 走啦 走吧 抖月楼 你是说你梦到的星夜好 沐妍也在里面 我也不确定 嗯 那到底是不是沐妍 而且她的身形 也跟我之前见到的沐妍 近乎一模一样 刚开始听到海妖 我以为只是一个巧合 可是上了船我才发现 那上面所有的细节 都可以跟我梦里的 所有东西对得上 这是不是太奇怪了 是啊 难道是 什么 奇缘石 奇缘石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长兄之前告诉过我 服用奇缘石 不仅能短暂 获得奇人的能力 还可以获得些 特殊的效果 你能不能一口气讲完啊 特殊的什么呀 可以可以 就是你会跟奇人同感 然后你会不断地梦到他 你还可能梦到 他正在经历的景象 他也知道你梦到什么内容 就这些 你的意思是说 我服用了星夜号上 某个奇人的奇缘石 就可以看到他所看到的 一切景象 难怪 我就觉得当时 梦里看到的那双手 好像不是我的手 那是谁的手 梦里的耳朵怎么不是毛茸茸的 你们奇人的鼻子为什么这么凉 我不只梦到过星夜号啊 我还梦到过你 二家很多次 对啊 那还不是你服用了他的奇缘石 什么 那还得多感谢郡王爷你的帮忙 不然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服下了呢 什么 停停停 我单纯地只是为你好啊 就是他 就是他 天天天天就想让你梦到他 就是他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最近新学了一句潜语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说的就是你吧 夺啊 韩雄 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管你是夺度度夺呢 我瞎怎么说就怎么 殿下 就是夺 那 那我那个时候夜夜梦到你 就是因为吃了你的学识啊 那在我每一个有你的梦里面 你都能看得到 都能听得到 你什么都知道 是 你什么都知道 你从来 跟着我 还有行你 你我就 digo人了 你们都不要跟着我 出连好 你怎么看